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2022年舉辦雙城論壇 當時台北市議會寄除誕書 表示如果共機 共建持續老台 不得動職預算 一百零千萬的費用 結果現在成為待帳 議會18號審查決算 議員再度質疑師傅 為何不向柯文哲追討 因為是保留數 保留數審計部 並沒有把他剔除 那他保留就是希望 我們繼續跟議會溝通 那如果他把你剔除 那當然剔除又另外的處理方式 那請問一下民主長 跟議會溝通 有沒有跟當事人溝通 不是議會的問題 議會的代書笑得很清楚 控制妻子陳佩琪 20號在臉書說 他工作收入還負擔得起 如果蔣市府開單 他會立刻去轉帳絞親 保證不會去市府作秀繳納 但請市長跟議員不要雙標 近期共軍的軍事活動更頻繁 所以要辦雙城論壇 都請市長個人自費就好 柯文哲自己說的事情 自己不敢當 都要妻子出來幫忙扛 而他的妻子 也是只會說大話 一百零千萬元恐怕要自負 不只陳佩琪喊話 蔣萬安跟議員不要雙標 洪珊珊也說 雙城論壇是十多年來的城市交流 並不牽涉政治 大部分是市政層次的問題 現在中共還在臺灣海峽做演習 照原本標準 臺北市長蔣萬安 還要前往論壇嗎 市府會依據審計處的意見 持續與市議會溝通 並且在尊重議會的原則下辦理 至於今年的雙城論壇 臺北市政府會持續 秉持對等 尊嚴 善意 互惠的原則 依法 依規定 依慣例 辦理 市府回應雙城論壇 回應規定 辦理 一百零千萬的費用 到底誰要來繳 支持沒有結果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